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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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新創公司 ZenLed 右盛 那大家可以叫我Dennis 然後呢 我現在想 在分享會之前 我想跟大家玩個小遊戲 哦 對 然後就是先假設 想像一下 你們目前在一個 中年輕人櫃台前 你們現在準備要結帳 然後你們後面排著長長的人籠 他們很不耐煩 希望你趕快結帳 那這時候呢 你要必須從你們的披甲手中 抽出一張 你要結帳的那張信用卡 那我現在想跟大家比賽 看誰抽出的信用卡速度比我快 我等一下請大家分明 就請那個比我快的分明 來來來來 不好意思 我刷三 一 二 三 有 有 誰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又快了 快點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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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要請你喝一杯一下 對 等一下總理 隨便點隨便點 對 那我想跟大家 對 我現在手上這個東西 就是我現在今晚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在全球最大目視平台 Gistart上面目視到26萬美金 也是我們公司的第一個同名產品 ZenNet 對 在今天分享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故事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idea 對 就是最近這幾年呢 在目視平台上甚至是實體通路上 大家會發現大家很多設計者會推出很多改良型的錢包 對 然後他們其實 他們是會訴說說 我要改變你的那個使用錢包更方便的習慣 但是其實大家沒有發現 那只是外觀上的設計改變 但是它卻沒有更方便 對 那我們會都會 我們那時候開始覺得 就是 其實他們那些錢包還是有 就是會有一些 那個問題 比如說你看你們錢包 上面常常會有一些不丁不丁的 像很多不丁不丁的東西 或者是圖案等等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它其實只有過度設計 甚至很多扭扣 其實它覺得是不必要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很多人很習慣 把很多東西塞在同的錢包裡面 你的鈔票 你的信用卡 你的硬幣 結果 你的皮包被爬了 被搶了 你的財務一時時間就損失了 很嚴重 對 然後再來 非直覺 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你的 比如說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在結帳的時候 你們 開始翻找那個包包裡面的皮包 花很多時間 然後你打開之後 很多大電影 很多扭扣 很多隔層 你要找 你要找你那張信用卡 它其實就是很 就是其實 也許外觀很好看 但是它其實 發現一下 就是用到的時候 其實很不實用 對 那我現在想 再跟大家分析多一點就是 關於你們錢包 使用上的一些缺點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個圖 第一個圖 它代表就是 其實一開始很多人 會買錢包的時候 一開始是外觀很好看 然後便點的 可是你們開始 會把很多東西 放在裡面 硬塞 對 所以皮包會越來越重 大家應該會有一些 同感嘛 對不對 其實大家後面 大家可能也許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就是 其實很多人的肩膀 常常痠痛 或者是你的 背部脖子會痠痛 肌肉 是因為你 背著肥包裡面的錢包 太重的東西 對 真的真的 這我科學的工具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一個問題 其實 我們常常真的太有這種經驗 你在買東西之後 翻轉到過程 那真的 很令人生氣 對 然後第三個 這應該是 男生可能比較多吧 就是 我們會常常就是 比如說你低丸優卡 你負丸心卡 然後你趕時間 你想拖軟一點 就直接放口袋 結果你走一走 不好意思 走一走的時候 拿東西 或走快一點 卡片掉出來 然後就不見了 所以我同學常常發生這種狀況 對 再來就是第四個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有時候急著 那個超商結帳的時候 然後你就直接把東西放在口袋 然後你 如果就是 你要拿東西抽出來 然後掉地上 然後夏天 超腦人就撕掉 對 再來 第五 我想跟大家解釋一下 大家應該聽過NFC NFC 它是一個短程的射頻功能 對 它只有在近距離的時候 它會掃瞞到你的一些資訊 就像大家最近知道支付 但是 RFID 它是遠頻射程功能 也就是說它在遠端 就可以掃瞄到那個東西 比如說我信用卡放裡面 我這樣掃 它就會掃到裡面的 那個個資 所以你知道這邊外泄 這個在國外 其實目前蠻氾濫的 但是台灣比較少 但是我相信台灣以後 也有可能會發生很氾濫 所以我們要防範未來 對 再來 第六個就是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的皮包其實是 常常訴說它是真皮 鱷魚皮 對 一堆就是稀有動物的皮 但是它們其實很不環保 而且危害大自然 所以我們認為一個錢包 其實它應該就是要簡單 方便 然後好用 集合在一起 那麼才叫做真正的錢包 對 那 簡單的話就是 你的錢包應該是 適用於任何場合 它應該是很方便的使用它 然後第二個 安全 就是我剛剛講到RFID的問題 對 這個 你應該 像你們目前的皮包卡片匣 鈔票匣 我現在不要講投票匣 卡片匣 你的信用卡放在裡面 如果你以後這個RFID氾濫 你那是沒有辦法防範功能的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來是 知覺 知覺的話應該是說 就像我現在這個 Thinnet 它應該是 用滑的 就可以把你的 那個卡片給陳列出來 而不是這樣東翻西找 但是它是一個很方便 就像法智慧的手機一樣 然後我現在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因為 上述的那些原因 對 所以我們覺得 應該要 就是 創造 然後做出更好 更方便 更使用簡單的存包 所以我們創造這一點 所以 那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些優點 就是 它這個東西 當你放進去之後 它有一個保護功能 它可以防水 保護你的卡片不受刮傷 然後在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 怕FID的防盜功能 操作 就像我們剛剛講 如果智慧型手機一般 你你輕輕一滑就出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很大應該很常見是 卡片夾吧 你的卡片夾 常常是如果鬆緊帶鈕扣 可是你用久了 你有沒有發現 它彈性疲乏 對不對 然後這鈕扣還掉了 對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 你就不用擔心那些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它可以收納小 它不只可以放信用卡片 你還可以放鈔票跟銀幣 甚至你的 重要的小便條小紙條 對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可以收納很多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它這個 百分之百可回收的材質 我們使用材質是 經過全世界 那個審核材質 最嚴厲的歐盟 歐盟審核過的材質 我們拿來做這個東西 對 然後再來就是它很輕巧 它就像我這樣子 輕輕地放進去 甚至比我手機還小 甚至比我手機還小 好 那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我們Zenet呢 會在明年的三月 在市面上跟大家見面 對 那時候呢 就會有七種顏色 可以供大家選擇 然後 那我現在想介紹一下 什麼叫收藏者數 收藏者數就是 因為 那個Zenet呢 可以讓大家就是 你可以使用不同Zenet 有不同功能 你可以放鈔票 便條紙 甚至一幣等等 那收藏者數呢 就是讓你的Zenet 因為我們Zenet 其實在後面 它會有個小型支點 它可以吸附在一些地方 所以你如果有很多Zenet的話 你想放在工作室 放在宿桌上 不同功能的話 它可以收集在一起 非常方便使用 再來是運動套件 我們呢 因為Zenet這個東西 它可以放鈔票 它可以讓你吸 那個方便帶走 所以我們特別為了 那個運動使用者 你可以綁在手臂上 當你運動累了 你想投個飲料 買個水 就會用運動套件 這非常方便的 對 那我想跟大家講就是 我們Zenet呢 在12月的時候 還會在5MV上面募資 那其實5MV上面募資 最主要的功能 其實就是 希望大家 能夠更認識Zenet 對 那 Zenet之後呢 還會開發更多的周邊產品 可能是 就是明天盒 或者是 我們會依照不同的捷慶 推出不同的限量款式 像是情人節 或等等之類的 對 那周邊產品我們還有無限發行 對 這個我們會跟大家公佈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我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新創公司 Zenet 其實我們會成立公司的目的 其實就是想 就是讓你我 在我們生活周遭 我們使用的東西 可以更方便 更直覺 更簡單一點 對 然後 所以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小王子的作家 請說過一句話嗎 所謂完美 不是加入可加 而是減無可結 所以這也是我們Zenet的周佑銘 對 那 希望往後呢 我們Zenet會推出各種更符合人性化的商品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對 然後支持我們新創公司 Zenet 也支持這個產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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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佑盛帶來他關於Zenet的分享 也希望你的產品 可以幫大家帶來更多的便秘還有創新 感謝你 這個可能要給我了 不好意思 是的 剛剛不要一直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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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